吐起来的巨大爆炸声 正遂宁静的黑夜 这是伊朗中部的城市 伊斯法罕 隶属于伊朗军方的一座军火工厂 爆炸立刻挑起敏感神经 伊朗当局说这可不是意外 而是遭到无人机攻击 他们还拿出证据 声称他们极露了三架 来袭的无人机中的其中一架 巧合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一座炼油厂 也在同一天发生爆炸 目前尚不清楚跟军工厂袭击之间 是否有关联 只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方认为幕后黑手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跟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越来越白热化 上周以军突袭 约旦河西岸的哲宁镇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身亡 这是近年死伤最惨的一次 紧接着一名巴勒斯坦枪手 报复扫射犹太教堂 夺走七条人命 愤怒的以色列当局 干脆直接把枪手家的门窗撼死 还连带剥夺枪手家属的公民权 驱逐到约旦河西岸 这一切时机点刚好就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中东行之前 眼看尾巴冲突进入全新高度 布林肯这趟出访只能轻上火线斡旋 缓核局势 TVBS宁镇造成本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